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楼 四天廉价的第一天 带您来关注一下 还是要了解一下 国际重要的两岸的 重要的一些新闻时事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这个川金二会 那么在越南的河内 昨天晚上举行第一场的会谈 那么两个人是先一对一单独会谈 大概20分钟 然后出席晚宴 出席晚宴 那第一天的会谈 川普讲说这个峰会会非常的成功 金正恩呢 金正恩也认为说 这个会得出让所有人都欢迎的成果 那么他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 那么到底川金会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昨天今天凌晨 韩联社的报导 说北韩可能在川金二会中 同意来拆除宁边的一些核武设施 来交换美方 放宽一部分的制裁 那这个也就是说 之前北韩你在讲的 就是说这个 不要玩全有全无 应该说拆多少你制裁就放松多少 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当然也因为牵涉到双方没有互信 所以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现在这一次有可能朝这个方向来走 另外呢 双方也可能会决定要互设办事处了 互设办事处通常都是为了建交 所谓的关系正常化来做铺垫做准备 那这也会如果最后成真 这也算是一个进展 另外呢 同意签署和平宣言 来象征性的正式结束韩战 本来有人讲说 是不是应该要正式签署一个 和停战协定 那但是呢 和停战协定要签署 可能有个问题 因为当年的这个 在朝鲜半岛 这个对战的双方 还有一个对象 今天并没有在越南 这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所以如果要签停战协定的话 你得有中方的参与 那所以呢 所以你可能就必须要有另外的一套方法 那所以呢 先宣布一个这个和平宣言 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来结束 那么要最后 最后要来签署一个叫做 这个停战协定的话呢 就由现在假如真的 接下来成立办事处 那有他们慢慢去磋商 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点 也许是由美国 朝鲜 南韩 加上这个 中国 四方 也许是把门店 可以签一个这样的协定 当然如果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 那的确 这个 这个应该讲说 川军二会 那么相较于川军一会 那的确他就有实质的一个进展 虽然说他并没有一次性的 就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好 谈到解决问题 南华早报 香港南华早报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香港南华早报 是代表中共的一个英文报纸的 他们在27号的报道说 这个引述专家的看法 认为说川金会呢 可能会达成啊 冻结平壤和设施的共识 那但是呢 并没有能够满足美国所谓的彻底可验证 不可逆的 无核化的这些内容 那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能够换得美国 在制裁的部分 来做一些退让 这个正式 相信是现在金正恩之所以 要跟川普一对一会谈的一个原因 另外呢 传出金正恩还可能有第二个让步啊 第一个让步是冻结平壤和设施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让步是 他可能会同意销毁啊 他的洲际导弹啊 洲际导弹 这个洲际导弹 美国很在乎啊 就是因为怕他有能力打到关岛 打到美国的西岸啊 如果你把洲际导弹 被同意销毁掉的话 那么就表明说你对美国是没有攻击侵略的一个想法 好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会谈大概到今天下午啊 才会结束啊 那么这个结束了之后啊 后续一定还有很多的这个效应发展要进行 好 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 那么这个川金的这个会议啊 川金二会呢 我想下礼拜一啊 我们会邀请啊 这个专家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解析 好 除了这个以外啊 有几条其他的这个大陆的新闻来跟大家啊 也做一个分享啊 一个是中共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啊 胡春华 他26号呢 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啊 会中啊 第一次坦诚啊 说当前中国大陆的非洲猪瘟的防控形势啊 十分严峻啊 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疫情啊 是非常的严重的哈 那么所以呢 才会说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啊 那么疫情造成了 所以他讲到说要严防带病的猪肉啊 流入市场啊 之前大陆说啊 这个啊 第一个这个非洲猪瘟的猪啊 病猪体啊 对人体没有伤害啊 所以呢 他这样的 如果有这些的猪肉流入市场啊 因为没有伤害 所以无所谓啊 所以他们不太做足够的管制 当然也是避了 理由是说避免造成大家的这种恐慌了 那但是其结果就是说变成 整个疫情的防控啊 就很差啊 现在全大陆啊 只剩下两个省啊 还没有这个 只有剩下西藏新疆跟海南啊 还没有非洲猪瘟的疫情啊 其他已经到处都是了 而且呢 大家后来才发现了 非洲猪瘟的病毒啊 它不但是在活体上啊 就算你把它变成猪肉加工啊 里头照样可以验出来啊 那所以现在这个大陆 台湾以好几次不断的 如临大敌的对猪瘟的防疫啊 甚至对于从大陆过来的 不管是大陆的朋友 还是台湾人去大陆要回台湾的 都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个 这个这个检疫检验的要求啊 那也不断的呼吁对岸 能够把讯息透明 大家互相合作 那么拖了很久啊 大陆甚至国台办还一度说 两岸签的合作协议 没有包括猪瘟的防疫啊 那好不容易前阵子 大陆国台办终于啊 开始讲了一些啊 这个这个不痛不痒的说 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其实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 他们后来发现疫情很严重的啊 这个疫情严重 可以从副总理胡春华的 讲话里头看得出来啊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使要面子的一种一种做法啊 使要面子 然后呢不愿意 在一开始就承认问题的困难 那么那其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现在要花更多的力气啊 那么好笑的是 胡春华在这个会议上啊 那么还强调说啊 要深入贯彻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 那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啊 还有对党跟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来进一步强化租瘟防控的措施啊 啊已经越来越像这个文革的时候啊 这个毛雨露啊 这个大家下田之前啊 先念一段毛雨露啊 那么才下田啊 好这个大陆的现在的一个 往一个更加的极端化的一个文宣思想的一个体系啊 那么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礼拜礼拜一啊 是大陆各地啊 春季的这个开学日啊 开学日 那么江西啊 江西的学生啊 他们迎来了啊 这个独有的新课程啊 全国首创的啊 根据江西日报的报道啊 江西全省各级学校 从幼稚园到大学啊 那么在今年春季班开始 开学之后啊 都开设了红色文化课程啊 那么红色文化课程 他们使用 统一使用由大陆教育部跟江西省联合编写的红色文化教材 那目的是要促使啊 学生的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不断的提高啊 那么据说啊 这一套新的啊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 将会由江西向其他省份来推广啊 那么要来 借此来巩固啊 学生啊 就是大陆年轻的下一代的红色信仰啊 好 所谓的红色文化就是中共所带领下进行的革命建设 这个过程当中的 要累积的一些文化啊 那么现在大陆一片的说 所谓的爱党爱国啊 要从娃娃抓起啊 所以呢 从幼稚园开始就要搞政治宣传教育啊 那他们现在不但是 这个 在媒体上的宣传 不断的去强化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啊 比如说 这一阵子啊 在大陆各地开学啊 就出现很多的快闪啊 而且是合唱啊 红色歌曲啊 红色歌曲 那么甚至呢 还要把这个 呃 港澳的学生领袖啊 那么到把他们送到 啊 这个南昌 送到井冈山啊 去 这个 呃 还有瑞金啊 这些地方啊 所谓的中国红色革命的摇览这些地方呢 那么 呃 去呃 呃 去呃 呃 这个研习啊 去考察去观摩啊 那港澳是这样子 那么在大陆本身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爱党爱国要从娃娃抓起啊 那这更不在话下啊 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特色啊 现在是整个的教育啊 那么要从啊 基层红色的思维开始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说啊 要让他们就算有一天啊 离开了中国 到了全世界的各地啊 那么都不会忘记说啊 你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啊 这个中国人啊 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啊 文化啊 氛围了 好 那这到底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还是一个时代的退步啊 这个就留待啊 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自己来衡量啊 不过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在中国大陆啊 灌输啊 红色信仰啊 已经变成一个从媒体 从宣传到教育体系 整个完整的一套体系啊 而且我刚才讲到 连港澳地区啊 都必须加入到里头去啊 那么难怪啊 现在讲到两岸统一啊 在台湾 大家第一个想到都会觉得说 那会不会有一天 台湾也变成要被洗脑 要被灌输强硬的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大家会不会担心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邀请啊 作家张铁志啊 来跟大家来评论 一本新书啊 这是由美国著名的记者 伍华德啊 他所撰写的恐惧啊 讲了自川普入主白宫的岁月啊 由远流出版社出版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会有证书啊 会有三本证书 所以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了 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 POP撞新闻 我们今天邀请啊 作家张铁志啊 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啊 要请他来就一本 呃重要的书啊 来做一个评细啊 铁志兄早 哎 青龙兄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 我想呃 今天是2月28号啊 今天这个时间啊 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都还是放在川普的身上啊 因为刚我们前面也讲到 他人在呃 越南的河内啊 正在跟呃这个呃 金正恩啊 来做这个他们的这个川清二会啊 那么另外三月份 他要跟习近平啊 来有一个叫做川习会啊 可以说全世界因为川普的当选啊 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呢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哈 川普这个反建制派啊 他当选之后搅乱的 把整个所谓的国务院啊 Fuggy Button的这个泥泥闹啊 说要把他整个清剿一下 但这个清剿也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样的改变 呃有一位啊 这个美国的重要的资深记者啊 鲍勃伍华德啊 啊 他就是水门案啊 著名的那一位 这个两位记者之一啊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啊 这个书叫做恐惧 Fill啊 讲了川普在白宫的岁月啊 他的中文版最近已经出版出来了啊 啊 铁字兄也写了序啊 他是铁字是我们呃 大概应该讲是老文青的啊 哈哈哈哈 呃文青你不会否认老这个字 你可能你可能会会有点抱怨啊 但是因为我们对文青的概念都是二三十岁啊 那你毕竟你现在不是二三十岁 好 铁字先介入这 我们先从这本书开始谈起啊 我想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武华德这个人啊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会知道 但很多听众朋友不见得知道 请你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 我想在当今的美国 是一个新闻季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形象 像刚才这个 当年这个在七十年代初 他跟他的伙伴在华盛顿邮报 对水门案的调查一举成名 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九岁 然后后来呢 这个不仅那个报道出名 后来把这个报道故事呢 又写成了书 叫这个 The Old Pride Dance Man 重重的人马 而且这个写成书之后 还拍成电影 这个电影又是两个超级明星 大家都很熟悉的 勞布瑞福跟达斯丁霍夫曼 对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两个大明星描写他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经典的人物 但重要是他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时代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他写了非常多书 至少写了十八本书 其中十二本是排行榜的第一名 那他写过包括九个总统 历人总统几乎都被他写过 你看写这么多人 而且评价都那么高 卖得好又得奖 两次获得普利之奖 所以可以说他在美国 这个作为这个深度报道调查记者 大概是没有人比他这个声望更高的 他现在年纪多大 现在大概七十岁吧 那也还是有活力的了 还是很有活力的 还是很有活动力的 对对对 好这个今天这本书很有意思 取名叫做恐惧 Phil 我看到他第一页的时候 写了一个说 2016年3月 这个川普那时候还在竞选总统 还没有正式就任 还没有当选就任 然后他接受武华德跟他的partner 来访问的时候 当时川普讲说 真正的力量就是 他说其实我不应用这个字眼 但是就是恐惧 那结果现在他入主白宫两年多之后 武华德出版的这本新书 书名就叫恐惧 您作为一个阅读 跟这个一个作 也写了一个书评 您怎么看出他这个书 为什么叫恐惧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想这个 我的解读 可能不一定说的用 是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作者原来用意 就是川普其实真的是 深懂那个统治之术 统治之术当然一个是让人民恐惧 你就折服人民对你的这个 对你的这个尊敬 或者这个支持 所以川普的意思应该是说 他是让人民恐惧 但现在另外我开玩笑说 那真的人民真的很恐惧 就怕 他的各种的这种混乱的行为 充满不确定的行为 在书里面描述的就是 他各种让人觉得 其实是非常荒诞的 包括他身边的人 对他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 都感到恐惧 OK你讲到说 川普深谙这个统治之术了 那么能够让人民恐惧 比如说他会去夸大这个边境 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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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移民对美国造成的 他会用一些很 全称式的字眼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移民都是毒贩的 或是强暴犯 或者说说中国抢走了 我们所有劳工的这个工作了 这就是他的一种恐惧的诉求 对对对 主持人说了 我觉得这种 其实包括现在我们说 欧洲的新崛起的 这个民粹主义右派 也是一样 强调这个移民 外来移民所造成的 这个威胁恐惧 就是去动员那种人民的恐惧 所以总而是他认为 他是唯一的救星 就像您刚刚说 不管是移民的恐惧 或者是包括中国 或者说工作的移走 都是某某的敌人 把敌人或者把其他人 给恶魔化 甚至把希拉蕾 当时竞选的时候 给妖魔化 所以要lock up 要把它关起来 对 所以这种恐惧的动员 的确是一种 我觉得当然 是政治蛮重要的一部分 只是他把它更 更恶制化 在我看来去操作 这样的恐惧 所以这个民粹主义 其实你讲的没有错 民粹主义的根源 看起来就是恐惧 对 其实动员对人民的恐惧 动员对人民的恐惧 好 那根据书上来讲的话 这个所谓的原来的一些 比较 我们讲建制派吧 对他入主白宫之后 所造成的这种混乱 这样子的一种 也是恐惧的 对 书上这方面描述 应该是非常的多 非常多 但最有趣 这个书当然最有趣 不是恐惧而是这些人 怎么去回应 或者怎么去搞他 包括说这个里面 叫做行政上的政变 就里面很多的 你会发现 还是很多有志之士 不管是他的首席 金金无聊 对 或者国防部长 就是说在他 用各种方法去 不理他也好 忽视他也好 或者去delay他的也好 很多的政策 包括这个故事里面 一开始就谈这样的事情 这个他说 这是一种行政上的政变 不是真的政变 可是行政上去改变 总统的意志 对 我还听过美国媒体 也听过美国朋友 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白宫的幕僚 在川普进来之后 多了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那个 这个撕掉的公文 这个重新再缝补 缝补 那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法律上来讲的话 美国白宫总统放到 割到总统桌上的任何公文 最后都要归到档案室去 但是川普呢 常常摔公文 撕公文 或者不看公文 那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个所以呢 他们多了一项工作 就要把它撕掉的公文 或者要求碎纸机 可能碎纸机大概不会 碎纸机没办法处理了 就撕掉的公文 他们多个工作 要把它贴回来 有点像雅果出任务 那些伊朗的小孩子 在从那个 这个公文的撕碎的地方 重新组合 这当然是一个 很苦笑的一个笑话 但实际上 他里面就写了 一个反过来的笑话吗 这个文章 书里面一开始 就是他的高级顾问 那个柯恩 就是说 因为川普要签一个公文 是要寄给南韩的总统 说要停止 这个美韩的贸易协定 然后把它偷偷的拿走 放在公文的保存区 这是反过来的 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川普居然不知道 这个公文不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难想象 一个白宫 我们认为是一个 全球的雷达 每个地方都是非常精密的 结果在这个书上 描述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想这也是这个书 在这个老记者 他都是有根有据的 写作地下吸引人的地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跟铁志 来聊Phil这本书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今天邀请作家张铁志 来谈最新的 这个 伍华德出版的新书 《恐惧》 中文版已经在台北上市 这是由远流出版社 出版的 那我们今天 也会有证书的活动 所以 请听众朋友 在12点之前 请你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 发送到0989628628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本书的作者 伍华德 报布 伍华德 他曾经揭露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的 哪一件丑闻案 请你把这个答案 写在这个 在发送简讯过来 那么你就有机会 得到恐惧 这本书的 瓶装的中文版 我们总共有三本证书 这个书定价 499块 蛮厚的 很厚的书 很厚的书 所以请你把握 我再讲一次 请在今天晚上 12点以前 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 发送到 0989628628 那么你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恐惧这本书的作者 伍华德 他曾经揭露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的 哪一件丑闻案 请你把答案 写在简讯上 你就有机会 获得恐惧这本新书 好 这个刚刚讲到说 这个伍华德 透过他的这个采访 那么揭露了非常多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让人家瞠目结舌的 非常多的事情 那铁字你也是 应该讲是一个 美国政治的 一个研究者 那今天你来看的话 川普主政两年多来 你认为他对美国的 政治文化带了什么 影响和改变 其实很复杂 就是说从他竞选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已经是很大的冲击 像刚才这个主持人 提到他是反建制的 那当然很多人形容 他是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 因为他这种夹带的 过去美国 大家不敢说出来 都隐藏了矛盾 包括这种种族主义 包括性别 其实把他带进 主流政治里面来 所以他的当选 你要知道对美国 造成多大震撼 这两年最多的出版的书 就是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白人的仇恨 美国白人的愤怒 这几乎变临 但是他真的存在 对不对 他本来就存在 对本来存在 但是被掩盖 被压抑 是 所以很多人说 这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我们这么不了解 很多自由派的精英学者 会发现我们完全不了解 这个国家的一些内在东西 所以这第一个震撼 就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开玩笑说 这两年几乎是 这个新的一种 出版的产业 就是很多在理解说 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这两年 我没有看到说 刚才所提到 包括最近 他这个 这个emergency order 这个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对 就说这两年 其实另外一个 很多人书在讨论 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民主仪式 其实最近台湾也出了两本 去年在美国蛮红的书 就美国how democracy end 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觉得 川普一直在违背 美国宪法的很多 基本的规范 包括说他把媒体当作敌人 包括这个攻击阵体 包括阻挠这个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很多人觉得 他其实这个事情 都是在跟过去美国 这个法律跟宪法规范 做挑战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跟既有美国民主的 核心的一个冲突 是 好 那我先这两个问题 都非常的重大了 而且他影响的不只是美国本身 应该说还有个全球性的 范围内的影响 没有错 先讲这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过去我们会认为 美国特别是从民权运动以后 是 那么他有一个叫做政治正确 社会上 比如说对种族的问题 有些东西你就是不能去碰它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样的东西并不见得 每一个人心里头都非常的舒坦 是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以前你说少数民主受到压抑 现在可能变成是占多数的白人感受到一种威胁 但是他不能讲 因为你还是少 你还是多数嘛 对 那你被压抑 那川普变成他们的代言人 是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当然 当然川普可以说 他当然不一定最明显的支持最极端白人种族主义 但是他不断的跟他们在调戏他们 包括支持他们 我们也看过美国这两年过去所谓这个 Authentive Rights 就另类右派 就是这种白人极端主义者 也在推特上 包括公开支持川普 所以他的确变成这个种族主义的 某一种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者 把您刚刚所说的 其实他自己明显 最明显所说的是 他在竞选期间 他在批评这个政治正确这个事情 那就让很多那种白人男性 可能中下阶级的 说出他们那种不敢说的形成 为什么现在少数族裔女性 同志声音这么大 而我们这些这个悲苦的男性呢 对 他其实成为这样的族群的代言人 就是在选举来讲 就是铁锈区啊 是 铁锈区的大量的原来 算中产阶级 现在已经被下放到 向下沉沦 向下沉沦的 那这一块的比重了 那这个这样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变成这样的思维 来主宰美国的政治发展 是 那这也是非常的逆转的一个情况 对 这是一个逆转 有点脑体倒挂了变成 对 不过我们说 其实这也是像您刚所说 这其实也是全球的现象 我们看到这个英国 大概也 大家也觉得是比较乡村的男性 为主的 包括比较老的世代 其实包括全球 在欧洲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当然全球化的某一种的后果 所以在欧洲我们看到白人 或者说比较本土的这种 右派的民粹主义出来 其实蛮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只是美国 可能是当代 我们要一起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 这样子 好 我想这一个 川普在担任两年多的总统之后 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必须说还继续在影响当中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我们共同要面对的 好 回到本书 你在序文上有提到说 你认为这个书呈现了叫做事实跟谎言的对决 我想跟你请教是 那你认为是事实胜利还是谎言得逞 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 我这样说 这个当然是我自己想到一个 一个去理解这个书的方式非常有趣 因为这个回到武华的他自己的工作的方式 他一般在美国的这个最被称赞的 也是很多人有点挑战 就是说 他说我就是一个老记者 把所有事实摊在上面 他不做太多的深刻的分析 也不做太多的评论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谓后真相时代 这个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 刚好他要写的对象 这个川普又是一个最喜欢说谎言的 所以我在我去里面 我用还开个玩笑 川普其实在这个书出来之后 他说这本书是个fiction 是个小说 是个虚构 等于两个人真的是站在一个 完全不同的立场上 那你说这个到底谁获胜呢 我要从政治上看来 目前川普还是总统 对不对 他还是继续掌握了很多的话语圈 美女学 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那到底谁获胜呢 我们只能看下一次的选举 我讲到这里 我觉得不免会的联想到台湾 我们难免做一些对照 比如说你刚讲到政治正确的问题 台湾其实九回一选举 透露出了很多很复杂的意涵 你说九回一选举 九回一选举 当然也包括接下来2020 你刚讲到说 这个所谓的后真相的时代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选举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作用 然后另外呢 其实台湾也有另外一种 大家看到的 台湾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正确 叫做爱台湾 叫做本土化 但是你会发现到 也有蛮多的一些人 对这样的一种用口号式的团结 心里头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同意 对 那我觉得九回一选举某一个部分来讲 也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一个发泄 对我觉得九回一 可能的确有来自于各种的这种 如果真的放在美国这个麦克服 的确有一些这样的reaction 一种反扑 包括你说可能同志的声音 可能比较年纪大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不能理解 不能喜欢 甚至恐惧 这个我觉得的确从我的角度来说 个人立场也 你却那边制造很多恐惧 包括说是放大的 对性贫教育等等的 所以会的确会有这个主持人所说 这样的类似情况 对 所以应该讲说 这本书不是只有来看美国 从当中其实来看很多地方 包括我们所立足地方的台湾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来跟帖子聊恐惧这本书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作家张铁志 那么请他来谈 这个恐惧这本书 这是由著名的 美国华盛利邮报资深记者 伍华德 他所撰写的 主要在讲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在白宫 他到底用什么方式在治国 那出版台湾的中版的出版 是远流出版社 特别提供了三本书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你只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 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发送到0989628628 我再讲一次 0989628628 请你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请问这本书的作者 伍华德 他揭露了美国前总统 你个人哪一件丑闻案 你把答案写在简讯上 那么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恐惧 这本川普入主白宫的这本书 好 铁字我们刚讲到很多的都从政治面的影响 我们回到一个我们作为媒体人 一个比较小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从我们从以前年轻的时候的训练 都觉得媒体要遵守一些专业伦理 一些道德 那当然伍华德是媒体界的老前辈 但是有人批评说 他呢他在他的大量的采访 但是大部分都用匿名的方式 那有人说他是一个报道 但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方式来呈现 他们认为说 其实他是在为匿名来源服务 不是替公众服务 而这样的情况会变成说 记者沦为只是有权利者的数记员 这个名词压得很大 但是我觉得当然对吴华德来讲 他一定有他不同的说法 您整个书或者说对在美国的媒体 我们也都做了一些观察 你觉得像他这样的人 能够做到这样的批评 公不公平 那么如果对照台湾的话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这个问题应该你回答才对 你是新闻界的前辈 我要你来讲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武华德自己 他这么多的长期的调查报道的著作 其实当然有受到他一定的肯定跟共性地 他自己说他自己 其实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有记录的 就数百小时的访问 其实都是可以有证明的 不要忘了他当时成名的 就是美国可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匿名的来源 生喉咙 所以他其实就是这样子起家的 但是这里面我想一路过来 基本上对他肯定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说他对事实掌握虽然是匿名的消息 但大家基本上还是肯定说 基本上不会是有问题的 至于刚刚说那个有权者数据员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批评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不做评论 不做这个分析 你只是把人家讲的话 那到底人家会放话 你不知道 那事实上很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事实上可能是A批评B 或者这个A是因为跟川普不合 所以他放出了很多对他不利的话 那的确他就要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觉得 整个新闻界你不能只看一个人 所以武华都提供的是某一种的素材 是一个文本 那我们一定是需要不同的报道 不同的评论 才会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 可是他等于提供这个第一手的 某一个角度的可以信赖素材 那只是某一个素材而已 那这个如果新闻界没有更多彼此的辩论 那当然就不会进入 不肯只仰赖一个人 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要看整个生态 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有我们有很好的评论家 有专门编辑做这个角色 那也要有这样的记者 去帮我们去挖掘出这样的一些原始的素材 是 坦白说了 记者需要消息来源 但是记者面对消息来源 常常也会有一些人情包袱 没有错 对不对 说我都给你独家新闻了 你怎么拿这个来倒打我一把 应该会有这样子的 说你这个人太不尽情理 但是有时候正因为有会陷入这种矛盾 所以有时候他也容易变成 用所谓的为你独家新闻来利用你 你看纽约时报后来在反省说 他们在小布希政府的时候 就是太相信小布希给你的独家 说有关伊拉克的情势 所以后来事实上伊拉克根本没有毁灭性的武器 那这个影响多大 你媒体如果当时不受这个迷惑 能够阻止的话 尤其小布希不会打这个伊拉克战争 是不是这样子 是我想这个真的 因为青龙兄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 最能理解的一个事情 不管是一种刻意放出的假消息 或者他即使真消息 可是他是偏颇的 他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某一种的权利 所以这个的确我觉得记者在接受讯息 怎么样做得跟前面判断 包括提供读者可能有不同的思考空间 都是很关键的 对 那我刚讲因为记者也是人 而且为什么说有人会批评武华德说 武华德说是有权利者的数据员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 因为武华德有人认为说 他已经不是一般的调查记者 他的辈分变成说 在一个角度来讲 他不轻易出手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行业 一方面他有一定的高度 但同时他也带来很多的局限 对不对 等于说他出门就有人帮他开车 等于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记者做到这样你说好还是不好 不过他还是照他自己的说法 当然我们没有跟他有私交 还是说他是最老派的 一个一个去敲门 一个一个做很多大量的反弹 我觉得以他来说 你看以他这样配分 他完全是总编辑可以不去做这些 但对他来说去做第一线的采访 跟这个还是他所乐于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令人佩服的 就是他还是要去挖掘那些尘土 去找出那些证据 对 好不管怎么说这本书挺厚的 你推荐朋友听众朋友 你觉得要多久的时间可以看完 其实这个书我觉得 这个从哪一处看都蛮有趣的 都不错了 因为他比较 就像说这是他也可能是他缺点 他不是一个非常有结构的一个 有完整论证的书 他是提供了不同的 传统不同阶段的不同小故事 所以这个倒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稍微用比较轻松的角度来看他 了解 而且四天年假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做 这道理头倒提供很多的故事 可以让你闲科雅的一个题材了 好这个非常谢谢铁字 那么再说一遍 我们有占本证书 这个恐惧 所以只要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 请你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发送到 0989628628 回答以下问题 答对了 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一本书 什么问题呢 请问恐惧这本书的作者 伍华德 他揭露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森 哪一件丑闻案 请你把答案写在你的简讯上 好谢谢铁字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明天见